在这个共享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 共享充电宝 共享单车 共享汽车等应用而生 而至其中最大的共享经济体应该就是网约车了 自网约车上市以来 给了出租车以及汽车销售市场一个不小的冲击 最近亦有消息爆出 网约车还将导致未来停车场行业的关闭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都知道网约车的上市使得很多私家车主 都做起了无牌照运营的客运生意 不仅减少了私家车上路的数量 为社会环境建设带来了好的影响 也使得道路不再那么拥挤 但在另一个方面 这也让停车场的业务越来越贫瘠 因为坐网约车出行 只要随时上架就可以 不在像以前出门之前 就要查好哪里停车方便 减少了繁琐的停车程序 这一现象在美国一些高级酒店就显得尤为明显 因为高级酒店大部分都会为顾客提供代驳车服务 但自从网约车上市以来 大部分的酒店要求代驳车的顾客减少了5%到10% 也总会这一比例的下降 则是让更多经营者担忧 因为已经下降了高达一半左右 这不得不让人猜测 在不久的将来停车场会不会彻底关闭 虽然经营者们都感到很糟心 但美国政府却很开心 因为停车场不仅占用了大片的建筑用土地 他们上交给国家的税收 却十分有限 这样一来 政府就能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取代不再是刚需的停车场来建设更多的经济体 显然美国的群众也是十分认同 停车场未来将会被取代的这一观点 一支美国职业足球联盟旗下的球队 就打算在新建一座迈阿密的体育场时 不留停车位的建造场地 取而代之的是供给网约车的乘客上下区域 现如今各种经济体都在不断的冒出来 很多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设施 被取代也是必然的 大家觉得停车场在未来会不会彻底推出历史舞台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